跟這個已婚D先生真的可以復合 之後會怎樣呢 之後其實都是經常去吵架 尤其是如果你們之間 有人是秋天冬天出生的話 製作及上載這條片 是本年2023的6月26日 星期一 而同日在香港的娛樂圈爆出以下這宗新聞 話說肥媽馬里亞公開宣布 王家驅生前寫了一首歌給他 叫做感激者對手 然後他公開明謝 錄音演唱 以他一貫的作風就在那裏七成搶面 哭了嘴巴 然後最搞笑的就是 王家驅仍然在生的弟弟王家強 就破天荒在網上回應 話說王家強都很久沒有用Facebook 但他在Facebook回應 就說這是一個謊言 尤其強調自己 我哥哥也走了 死無對證 死無對證 但我自己還活生生 你怎麼可以這樣去生光百祖呢 然後這件事呢 當然是笑料百出 鬧得兮兮兮兮兮 亦都令到一定是花生學 好 那我就出了post 就說其實這件事呢 跟海王星逆行是完全有很大的關係 就叫大家猜一下為什麼 我在這裏就拍一條片開估 因為我免得慢慢打 OK 好 就解釋一下 但我也都去交代一下 現在海王星是發生什麼事 好了 海王星在現在這一刻 即6月16日 就是停滯當中 用我們尖聲的術語 停止運行 他不再動 為什麼呢 一顆星本身要順行 向前走 但原來他準備要U-turn 你U-turn之前要去華禮轉身 那你這一刻還沒停了 原來話說 海王星就會在6月30日 即這個Friday 由雙魚座的27到41分 逆行逐158日 去到本年年尾12月6日 先會由雙魚座的24到53分 順行 好 交代了這個細節 總之你每顆星逆行之前 他都會停一段時間 因為再說一次 你U-turn那一刻 華禮轉身那一刻 那你 你沒有一個 forward或者 backward的 motion 所以現在已經是 停滯準備 逆行 那究竟這個星象 和這次肥媽這件事 有怎樣掛勾呢 第一 真是邪到你不相信 我相信坊間都沒有人有我心水那麼清 海岸星 我說了 海岸星會在這個星期五 6月30日開始逆行 知不知道 家驅是何時走的 因為 為何肥媽要無端端唱家驅的歌呢 因為 王家驅就是 逝世三十年 而他就是 在 1993年的 六月三十日 就是 逝世的 這個日子 是不是異常的吻合 家驅走的時候 就是海王 家驅在 三十年前 走的時候 就是 葬正今年 海王星逆行同一個日子 OK 只是這個訊息 已經夠我們 澤澤清奇 對不對 好 但除此之外 原來還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我才想說一說 海王星代表什麼 海王星是雙魚座的現代主星 因為雙魚座 如果在傳統 或者我們叫古典占星學裡面 它那個主星 或者叫守護星 就是木星 但是來到現代 占星學 海王星都是 成為它主星的一分子 跟木星一起叫做雙主星 OK 但是基於海王星也都在 所以現在 就是最近這麼多年裡面 是入廟 就是入回自己 主管的那個位置 入回雙魚座 所以以下這裡 我索性就說雙魚座 就是說 其實海王星和雙魚座 這裡是可以 interchangeably 這樣用的 OK 我就跟大家去講一講 雙魚座的Theme 是什麼 其實就是海王星這裡的Theme OK 雙魚座是講和平大愛博愛的 是講一些理想的追求 這件事跟Beyond或者Precisely 王家駒一生的追求 是不是很混合 它最經典的歌曲 其實都是叫大家去 就是保持夢想 要一直去奮鬥 追求自由 還有雙魚座是很講自由的 因為魚嘛 無拘無束 是不喜歡被人去綁住 在海裡很暢快地游泳 OK 那只是這裡 就是Beyond 總之Beyond 或者Precisely 家駒 和雙魚座的主題 已經是非常之吻合 OK 那還有 現在是講到一些 關於是 歌曲音樂的事情 是不是 原來在尖聲學裡面 有四個聲族 是跟音樂有關的 至於是哪四個聲座 我以前在Patreon 是出post說過的 會員朋友 你們可以去重溫 OK 有四個聲座 而每一個聲座的質重點都不同 對 但是現在去到作曲 對 去到作曲 那就一定是歸雙魚座去掌管 OK 所以很明顯 現在就是 因為肥媽去唱家駒當時 作的一首曲 是不是 因為這首歌 《激者》這首歌 作曲當然是家駒 但作詞不是家駒 作詞那個叫關許逸先生 所以我們完全專注於作曲 就是由雙魚座去掌管 OK 好了 現在是海王聲逆行 逆行是甚麼 有follow開我的粉絲們 都應該很熟聲逆行 或者你經常都聽水聲逆行 總之 任何聲的逆行 都容易跟一些舊字掛勾 OK 所以現在當然是一首 起碼三十年前的舊歌 是再度被提起 再度被去演唱 去畫這件舊事 亦都令我們去免為這個故人 是嗎 就是完全是跟逆行很掛勾 還有說真的 雙魚座 亦都是跟死亡、亡者、靈魂這些有關 當然我們這裏也都牽涉了 就是已經是世世的王家駒先生 所以海王聲逆行 就不單止是讓我們去想起一個 曾幾何時釋冊風雲的 輝煌致極的一個明星 而他說真的 亦都真的已經 往生不在人世了 OK 所以這些東西 通通通通通通 是跟這次的海王聲逆行 在相如座裏面 是非常掛勾 而我再說一次 你看回家區走的日子 6月30日 就是我們海王聲 今年開始逆行的 正確的日子 你說這件事斜不斜 不過還有的還未完 同時 海王聲或者雙魚座 亦都是說一些 虛幻、幻想這樣的東西 其實不單止是虛幻、幻想 甚至如果再負面一點 就是欺騙、謊言 這樣 然後這件事上面 目前為止 很多的證據 都對肥媽是非常不利 首先當然有活生生的 黃家強先生 走出來 說肥媽亂說話 做偽政 就算在最新的 好像是幾個小時之前 就是在今天的下午 有話說肥媽 就出了一個 澄清 就去展示 以前那個 帶 街區首字 寫了什麼肥媽 但是我們要想 其實他之前說是黃家強 就是他在香港 文說他在香港 就說是黃家強 跟肥媽說 跟他自己說 黃家居生前寫了首歌 但是原來他在大陸抖音 他就說是黃家強的經理人 叫做Leslie 他跟肥媽自己說 是黃家居生前寫了首歌給他 總之他在不同的場合 他一時就說是黃家強跟他說 一時就說是黃家強的經理人跟他說 那只是這裡你已經是自打嘴巴 對不對 所以這些羅心門事件 其實也跟 雙如中恶 我們一般是說一些很虛幻的東西 模糊 你不知道怎樣的東西 容易罵出羅心門 那就會有關的 但是 anyways 可黃昇逆行 那也是掌管做就是說 雖然說 去守護 所謂叫做守護的一些方言 逆行 打到騰和 人路行衰打到騰和 那這些方言 就不再被守護 真相只會越變越明 越傑越後 那我相信我們很快就可以見到 誰是人誰是鬼 所以一直自己很用心去編織的方言 終於會被揭露出來 所以也都在奉勸世人 這個時候 由現在海王星停滯一刻 去到當然就 海王星逆行的高峰的時候 說多謝去到什麼時候 維持158天 去到本年的12月6日 年尾 這段時候千萬不要說謊 否則 海王星保你不住 因為他逆人 那就是你很多的謊言 欺騙會被踢爆 當然我們平時都不應該說謊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說的話 麻煩你最早都等到 過了12月6日去說 不過又是這樣的 我經常都說 兩行星有一些 即是叫做 pre-shadow和post-shadow的period 前陰影期後陰影期 這裏就免得越差越遠 但我覺得我們接下來可以拭目以待 因為這次這件花生好戲 應該是未完結的 但是原來這個 不早就view一趟 喝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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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arkadaşlar